想问一下,老蒋这人生入天道,比如从阿修罗,然后蹦到天上,他怎么蹦就蹦出来了,还是要经过什么情况,怎么出现在天上呢,到了预界天,又到了色界天 怎么上去的,修上去的呀,你比方说,他修上去,有两种 他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,像我们人间生过环境,通过生产 傻姑娘,我看你这个人应该做科学家才对,你不要告诉我,你就是科学家 我告诉你,我告诉你一句话,人是从母胎里生出来的,对不对 对对对 那么人死了之后,那么整个的肉身没有了,对不对 那么灵魂是有的,对不对 那么灵魂就飘啊飘啊飘啊 那么灵魂有两种,一种不做坏事,不做好事,没有什么,那么就进 进了这个叫我们说的中阴生 对 中阴生什么意思呢,就是不上不下,也没上天,也没叫到地府 这个时候呢,在当中叫中阴生 因为是属阴的 是地府没叛的时候是中阴生吗 因为地府,因为到了地府,他已经是阴生了,听不懂啊 就是说没有上去,也没下来,魂在人间飘,这叫中阴生,听得懂吗 那么然后呢,他到了下面了之后,那么阴魂老爷就判他了 一看你很好,做了很多好事 一看,头人还不够,给你判到天上去吧 他也可以推荐到天上 这个时候,有地府的官,护送,护送到一定的位置 他把你一推,那么你就上去了 听得懂吗 那么还有一种呢 把你一批,那么你就下去了 哦 那他,比如到天上呢 他左看看右看看有熟人吗 你要看他到哪个街啊 比方说你到了阿修罗道 那么很多人呢,像你们这些以后修不好的全部都阿修罗道了 听不懂啊 如果你,如果真的觉得好的大善人 直接菩萨带去,带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连中阴生也不要去 连地府也不要去,直接上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,就人的灵魂从肉体一走 直接飞到天上 听不懂啊 你说怎么出现的呢,很简单 你梦中怎么出现 你就在天上怎么出现 你怎么会突然之间 比方说你做个好梦在天上的时候 你怎么出现呢 你不就出现就出现了 哦 明白了吗 好像平白无故的就冒出来了啊 什么不叫平白无故 因为你天上有莲花了 你是回家 所以你在天上就会出现 听得懂吗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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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